该死的 杰罗姆那个家伙 居然把夏千千带走了 明明我吩咐 只要对付郑千就好了 千叮咛万嘱咐 辅助魔杀了郑千就好了 该死的 伤荣燕的眉头紧紧簇在了一起 他那好看的面容 充满无限倦怠 银牙紧咬 恨不得将杰罗姆碎尸万段 不得不说 美人哪怕生气 也是如此漂亮 在得知了最新战况之后 他真的一度想要 杰罗姆也原地去世 真的是逆天 他早已经反复强调了 不能触碰郑千的逆灵 如果只是对付他就算了 惹了他的女人 他是真的会爆炸的 不过 若是郑千死了 应该就不用顾及他的感受了吧 乌雅赵云跑出过到处 要追杀魔 彭氏湘又不在国内 现在的郑千 就是孤立无援的状态 魔可是货真价实的生死玄关 杀郑千这种级别的存在 简直就如同吃饭喝水呼吸一样从容 他 必死无疑 伤荣燕是想要利用蒋燕燃的 但不是魔的这个办法 他之前提出和郑千暂时联手 不外乎因为他的钱 但是 蒋燕燃同样是千禄集团的董事局成员 若是郑千死了 伤荣燕有一百种方式控制住蒋燕燃 再利用他把钱通通洗出来 而且不知为什么 他对于郑千身边的女人 都有着天然的厌恶和憎恨 伤荣燕抚摸着还十分平坦的小腹 表情忽然变得十分复杂 为了不被人看出来 特意用了类似束腰的东西隐藏在连衣群的下面 还好 时间还很短 而且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 整理好了情绪 他转身回到了古堡的房间里 詹妮弗前进大开 脸颊飞红 喘个不停 如同一汪春水般 瘫软在了维克多的脚盘 身体时不时地颤抖一下 维克多看着进来的伤荣燕 眼神已经褪去了刚刚的火热 是一伤莫张开嘴巴 他从容地点了根烟 轻轻弹了弹后 淡淡说道 科伊特 到底是谁杀的 伤荣燕冷漠地坐下 瞥了眼被摧残过后的詹妮弗 难掩心中的痛快 整理好情绪 将一叠文件推到他的面前 震色道 有充足的的证据表明 是乌雅赵云 他和主法洛的家族有些关系 不想要他落入到组织手里 就这模简单 维克多并没有看着一叠文件 而是认真打量着伤荣燕的双眼 片刻后 才微微汗手 笑了起来 很好 这些东西我就不需要看了 你并没有说谎 而且 我也不会过问 那天你带到组织的假扮科伊特的人是谁 只要你没有背叛 所属的田山影修会就好 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居然有手段 把詹妮弗教育得如此乖巧 看来 他可是干部候选啊 或许我应该改口了 提前称呼你 商荣燕干部 詹妮弗这时缓了一些 他看到维克多谈烟灰的位置 眼神里居然闪过一丝嫉妒 正扎着想要将商墨推开 大张着嘴巴 跪在他的面前 一脸哀求地望着他手中的烟蒂 真是个贱火 商荣燕嘲弄地说道 其实 当詹妮弗和兰斯 认出科伊特是冒牌祸时 他就已经开始琢磨 要对付他俩了 如果只是商荣燕 肯定无法摆平这两个人的 毕竟是组织的干部候选 地位和曾经的商业雄相当 也有所属的影修会干部支持 但 商荣燕找到了魔 小小的詹妮弗 又怎么可能是魔的对手呢 疯狂述 之后 詹妮弗彻底服了 至于商荣燕 是如何与魔联系上的 大家很快就会知道了 话又说回来 叶北 郑谦的强大 远远超出了安倍宁吉的想象 平时他看起来 就是个脾哩脾气的年轻人 可一旦出手 简直好似人形暴龙 刚刚自己利用 奇门遁甲之术萌 逼了郑谦的胆汁 原以为一上来不说 直接干到郑谦 最起码也可以稳稳占据上风 压着他往死里打 可是 郑谦的招式实在是太过刚猛 爆裂 诡异了 用神行机原来形容 绝不为过 月氏和郑谦交手 安倍宁吉就越是感觉到 头皮发麻 力不从心 彭腹在郑谦的权益之中 深藏着难以想象的滔天大事 长拳递出 携带着珊瑚海啸 狂涌而来 这股权益太可怕了 甚至就连风霜雨雪 都为郑谦所用 他已经招架不住了 碰 一声炸响 郑谦的顶肘 狠狠轰轰在了安倍宁吉的小腹 后者顿时鲜血狂喷 只感觉好像肠子 都被郑谦打断了一般 下意识想要抵挡郑谦接下来的攻势 但眼前的人 彭腹直接原地消失 再也无法看到 更要命的是 那烈烈作响的拳风 却呼啸而来 深刻存在 直逼他的面门 看不到 却真实存在 如此强烈的矛盾对比 让安倍宁吉恐惧到了骨子里 怎么可能 这是武道可以达到的权益吗 连拳头都看不到 该如何才能够抵挡 那一刻他的脑海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形象 不是郑谦 更不是小日子的第一高手 堪破生死玄关的大竹英招 而是王阳明 就好像他所属的宗门 时刻教会的那样 一生俯首拜阳明 那是堪比春秋珠子的存在 珠子 单道 难道郑谦也达到了珠子的意境 是了 从开始战斗的时候 就感觉不对劲了 郑谦的武道 并非是单纯的武道 更像是在演艺单道 他的权益飘渺至极 又厚重到了极点 举重若轻 就好似是在炼丹一样 郑谦这是哪门子功法 安倍宁吉此时战役 已经窥然消散 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临死之前 也要问个明白 但他知道 自己似乎没有机会 问出这句话了 因为郑谦的权益压得他 无法呼吸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郑总 快 快跑 有人要杀你 嗯嗯 啊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传来了下倩倩 歇斯底里的惨叫 郑谦原本要轰杀 安倍宁吉的拳头 骤然在半空之中 消散于无形 他双目赤红无比 拔身而起 爆裂前冲 好似展翅翱翔的 金翅大鹏 乘风而起 扶摇直上 迅速跨越一百米的距离 来到了杰罗姆的面前 杰罗姆此刻 郑满目恼怒 没想到夏倩倩 居然在关键时刻 醒了过来 郑准备将她就地正法 却高声疾呼 给郑谦通风报信 于是想都没想 一掌将其拍晕 已经迫不及待 要将衣服全部撕开了 她要荡着郑谦的面 凌辱她的女人 杰罗姆仰天狂笑 哈哈哈哈 伯伯 你再拖住郑谦一会 我已经忍不住了 妈的 一路上都没看到可口的小女孩 只好先尝尝这个该死的成年女人了 你他妈敢动她一根手指 我杀光你全家 郑谦邪火上冲 庞扶化身为地狱的恶鬼 轻面獠牙 尸山火海 杀气腾腾 长拳所向 好似穿越了无数空间 沙纳就来到了杰罗姆面前 后者猝然大惊 没想到郑谦的反应 居然如此激动 暴烈 当下也没空意清方泽 立刻挺起自己 近乎两米如同小山般的巍峨身躯 窥然不惧 悍然冲向郑谦 见到郑谦如此怒意攻心的模样 本来已经失去斗志的安倍名急 眼神离闪过浓烈的失望 可笑 我还以为她触摸到了朱子的境界 可到心如此不稳 为了区区女流就如此疯狂 实在是难堪大用 也罢 还是送你去黄泉走上一遭吧 说吧 她拿出了一柄淬炼着剧毒的黑色匕首 隐溢在了风雪之中 郑谦 喂 瑶瑶望着远处发生的一切 磨叹了口气 满目都是失望 她缓缓起身 对蒋燕燃说道 走吧 女人 她就要死了 我不管你和伤容烟之间 达成了什么协议 总之对你而言 我有别的用处 如果达不到我的目的 别怪我杀了她 蒋燕燃的心头一紧 站在原地 咬牙说道 你说过 要留她一命的 磨的表情仍然十分淡漠 她似乎一点也没有要照顾 蒋燃燃情绪的意思 缓缓走在前面 轻声开口 她是生是死 我一点也不关心 我劝你 也不要试图跟我谈条件 因为你 也是将死之人 如果郑谦就这样被人打死了 留着你也没用 说完 便消失在了楼顶的风雪之中 蒋燃燃心中一颤 连忙顺着楼梯间 匆匆追了上去 事情似乎和她原本预期的不一样 伤荣燃本来承诺的 是干掉郑谦身边的其他女人 允许郑谦和蒋燃燃两个人厮守一生 与之相对的 就是蒋燃燃要配合她把郑谦的资金全都洗出来 这才是重中之重 蒋燃燃对于钱没什么感觉 她真正喜欢的是郑谦 没有了其他女孩 她可以独享郑谦 这样就可以拥有永恒的幸福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 磨的真实想法 怕是就连伤荣燃都无法把控 她不知道摩千里迢迢来九州 可不是为了暗杀郑谦的 事情的发展 已经开始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 碰 郑谦好似天降神龙 气场全开 一拳轰杀 当看到柔弱的夏倩倩 被杰罗姆一路扛过来 暗在地上准备做苟且之事 彻底点燃了她的小宇宙 原本和安倍宁极战斗的时候 她已经渐入佳境 触摸到了丹道的边缘 越是和对方交手 就越是能够感悟到 公养菩提传授的奥义 她早就知道 小日子会派出高手来暗杀她 也从保禄三世那里了解到 杰罗姆也从美丽坚赶过来出手 所以她将自己的女人都聚在了身边 并且开始叙事 为了这一战而叙事 她的势能已经积蓄到了顶点 恶战已久 迫切地想要通过这一战来证言 来印证自己对于丹道的理解 事实上 她的确已经非常接近了 已经要踏入到 那玄之右玄的领域了 但是 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 他们会对夏倩倩出手 即便夏倩倩并没有跟她发生关系 可郑谦一直将她视为竞篮 是自己的专属小秘书 居然因为疏忽 险些遭到坏人凌辱 这直接让郑谦炸了 真的是彻骨的愤怒轰然爆发 法克 杰罗姆勉强接下来了郑谦的这一拳 但是模样也无比狼狈 那威风凛凛的神父装刹那爆裂 漆黑的衣服顿时四散飞溅 露出了下面古铜色的 充满了极致力量的肌肉 一时间气血翻涌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郑谦 想象不到 这居然是人类轰出的一拳 他真的没有 勘破生死玄关 不 肯定没有 不然这一拳 老子就要死了 还没等杰罗姆的内心继续脑补 郑谦的拳头又递过来了 裹挟着鹅毛般的大雪 悍然而来 郑谦的气血潺潺流淌 好似在他的体内 汹涌着一条长江 黄河 浓烈的热气 伴随着气血流淌 使得他好似一座大熔炉 那些血还没有降落到他的身上 就已经瞬间升华 消失不现 砰砰砰 数拳过后 杰罗姆疯狂暴退 越是跟郑谦交手 就越是感觉到头皮发麻 全身骨骼烈烈作响 正常人类的爆发力 都是有限的 只有堪破生死玄关的人 才可以拳拳爆裂 每一拳 都是拳力一击 可郑谦此时的爆发力 居然也如此恐怖 打得杰罗姆心中 开始萌生了退意 他原本以为 和安倍宁吉联手暗杀郑谦 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甚至还想要在开战之前 当着他的面 凌辱下倩倩 但是 郑谦真的太猛了 该死的 安倍 你个小日子 到底在干什么 快点杀了他 杰罗姆疯狂大吼 他感觉已经招架不住郑谦了 这个九州人越打越是猛 就好像是个怪物 双臂看似完好无损 实则是肌肉密度太大 禁锢住了断掉的骨头 要是在这魔打下去 他怕是要废了 给我闭嘴 郑谦一阵发狠 抓住了杰罗姆说话的空挡 立刻伸出手来 捏住了他的下颌骨 杰罗姆来不及反应 只是看到郑谦的双瞳 布满了深邃的星红 就好似九州神话中 前来索命的阎王 好似渗出潺潺鲜血 模样可不至极 他后悔了 后悔不该 带着下倩倩过来 可是 后悔有用吗 或许有用 因为此时的安倍宁吉已经到了 他如同鬼魅般 出现在了郑谦的身后 深谙百计僧人的顿甲之术 其实安倍宁吉最厉害的地方 不是当面强杀 而是在有人掩护的时候 对目标人物进行暗杀 隐匿身形 掩藏杀击 骤然爆发 就好像此刻 他那漆黑如墨的匕首 已经刺向了郑谦的后腰 那是淬炼着相思紫素的顶级剧毒 几位客就能够要人性命 一旦见血 必死无疑 毕竟 单倒不是神仙之道 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神仙 哪怕是媲美春秋珠子境界的 公养菩提 也逃不开一线癌的索命 人 终究是要死的 郑谦中了此毒也一样 但郑谦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杰罗姆伤害了夏倩倩 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杰罗姆 郑谦当然发觉了 此刻迫近的安倍宁吉 其实 如果他现在抽身暴退 还是有机会的 但那也会让杰罗姆逃走 一旦此人回归美利坚 那再想要干掉他 简直难于上青天 所以 虐杀他的机会 只有眼前 只有现在 只是在杀那间郑谦 就做好了权衡 那就是杀了这该死的神父 记住 在郑谦的字典里 不存在隔夜仇 有仇当场必报 此时 郑谦的右手 就好似铁钳一般 死死攥住了杰罗姆的下颌骨 骤然虎口尽力勃发 直接捏爆了杰罗姆的下颌骨 还没完 紧接着郑谦探手 握住杰罗姆嘴巴里 孤零零的舌头 猛地用力一转 硬生生地将他的舌头抽出 拔舌地狱 这是真正的拔舌地狱 与此同时 匕首也插进了郑谦的后腰 安倍宁吉的脸上 没有任何欣喜 只有淡淡的失望 他本来还想着 从郑谦身上 探寻单道的秘密 但现在看来 也不过如此 匕首没有落空 那种刺入身体的感觉 非常真实 郑谦微颤动 但他的手还没有停 完全不管身后的安倍宁吉 在杰罗姆发出惨嚎之前 他将舌头 直接塞进了对方的喉咙里 没错 在河谷被郑谦捏爆之后 他已经没有了嘴巴 郑谦直接将舌头 塞进他的喉咙之后 抽出血淋淋的右手 两根手指 猛地刺入了杰罗姆的肚脐之中 用力一挖 便将杰罗姆的肠子拽出 回身将气缠绕在了 安倍宁吉的脖子 趁着剧毒还没有发作之前 郑谦奋力搏杀 几乎要同时毕命 两大绝顶高手 但是 魔 出现了 他悲哀地看着 困兽油豆的郑谦 一声叹息 把你送入到 这般凶险绝境 我等得 那个人 还没有出现吗 看来你对 那个人 也不是很重要呢 算了 我就送你归西吧 还有你身边所有的女人 希望这些人的死亡 可以让 那个人来找我报仇 而不是现在当个 缩头乌龟 可是 就在此时 一个白发少年 踏入了风雪之中 他一路披心待愿 似乎跨过千里万里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们知道 语言可以杀人吗 不是单纯的玄学 这是有科学理论 作为证据支撑的 更准确地说 是 杀人语法 有科学家做过相应的研究 尤其是在卢旺达等 爆发过大规模屠杀的地区 发现了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都存在 杀人语法 人们经常看到 具有此类关键词的新闻 会在大脑的潜意识里 植入狂躁的概念 长此以往 就容易滋生残酷地暴乱 血腥的屠杀 诸如 把一部分人比喻做 老鼠 臭虫 这样杀起来 就不会有罪恶感 因为 你杀的不是人 只是老鼠而已 所以 有个隐秘的组织 不是法帝马影修会 在接触到杀人语法之后 将其运用到了生活的时间 陈仇 它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也就是在那里 合魔产生了渊源 具体是什么时间呢 那就是 这个组织的首脑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 在这个语言里 没有任何人间的美好 只有死亡 虐杀 血腥 长期被这样的语言 洗脑 就会变成麻木不仁的杀人工具 创造新的语言也有好处 这样可以防止他们和外界交流 因为他们看不懂外界的文字 听不懂外界的语言 陈仇从婴儿时期 就已经存在于那个组织中了 事情的转折点 发生在他五岁那年 他因为一场意外 被人带了出来 成为了孤儿 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 被陈德胜收养 陈仇并没有因为离开了 那个血腥恐怖的组织 而迎来更好的人生 因为收养他的陈德胜 虽然不知他的来历 但也只是把陈仇 当作杀人工具而已 这或许就是陈仇的宿命 在那个组织有不成文的规定 25岁那年 首脑会亲自为成员进行割离 无论是男孩 还是女孩 从此之后 就可以从这个组织离开 魔 就是在他25岁那年离开的 此割离非比割离 只是这个组织内的一种 类宗教的仪式 为什么首脑会愿意放任成员们离开呢 因为 他是这个世界武力之最顶点的男人 与其说成立这个组织 是为了培养杀手捞钱 倒不如说 他是在进行一场 生动而又大型的社会实验 他要成为神明 成为超越生死玄关的那个人 就必须要探寻各种各样的道路 这就是 他的道 他要培养更多的生死玄关高手 因为 他实在是太寂寞了 这样才更有动力 真正站在人类有史以来的制高点 话又说回来 魔和陈仇的恩怨 也基于此 源于陈仇五岁那年发生的意外 当魔终于确定 上户的白发少年陈仇 就是当年的孩子时 他迫不及待 五逆乌亚赵云 禁止全世界生死玄关人物 踏入国境的规定 也要带着枪去对陈仇 进行千里追杀 今天 亦是如此 他知道陈仇性子冷淡 却偏偏视郑谦为朋友 也只有郑谦这一个朋友 除了郑谦 陈仇此生此世 都再也没任何放在心里的人 或许以前有 但自从他嫁入杀讯家族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 他 只有郑谦 只要将郑谦逼入到绝境 魔相信 陈仇肯定会出现的 陈仇和乌亚赵云不同 同样的招数 对乌亚赵云一点用处都没有 哪怕当着他的面 把父母杀了 烹成肉汤 估计乌亚赵云 都能从容地 讨来一碗共识 他生下来 就是要斩断世间一切缘分 果不其然 今天 陈仇真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位白发少年 披心带跃 跨过了千里万里 感应到了冥冥之中 郑谦会遇到的危机 终于出现在了这里 他的头发是白的 衣服是白的 就连心都旁腐是一片空白 陈仇冷漠扫了魔一眼 没有说任何话 但 魔就是感觉到 陈仇旁腐是在说 不准动 站在原地 等下再来杀你 忽然 摸得眼皮微微颤动 他旁腐真的没法动了 原本还在远处的陈仇 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郑谦的身边 随意扭断了安倍宁吉 和杰罗姆的脖子 双目灼灼地望着郑谦 看着自己人生中 最重要的挚友 嘴角微微抖了抖 那一刻 郑谦和他四目相对 他真是差点认为 陈仇会 直接亲到自己脸上 我真以为你死了 陈仇只有在对郑谦说话的时候 才能够带有淡淡的温柔 哪怕是和丁雁云都没有过 郑谦艰难地将陈仇推开 点了根烟 无语地说道 妈的 几日不见 你特魔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告诉你 老子有喜欢的女人了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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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兄弟 郑谦本来还想要再和陈仇 调侃两句 但最后 还是化作了 兄弟 陈仇只有他这一个朋友 他何尝又不是只有 这一个过命的兄弟呢 深深吸了口烟 笑骂着 砸了陈仇的胸口一下 这是安倍宁吉生命 最后看到的画面 他搞不懂 明明那把匕首 已经刺入到了郑谦的后腰 明明应该看到他中毒身亡 暴毙而死 但是为什么没有事情 不可能 不可能 世界上没人能逃得过这把匕首的 哪怕是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神 中了毒 也要死 但 他注定永远也不会知道 郑谦做了什么 因为他不理解 公养菩提所交给郑谦的单道 究竟是什么 那把匕首 并没有刺中郑谦 在这里等着 我去去救回 陈仇深深看了郑谦一眼 随后转身 走向了早已经等在原地的 魔 大爷 你似乎变将咯 就在这时 郑谦耳畔 响起了一个翘声声的声音 不是可爱的三五 又是谁 他惊喜地抱住这个小女孩 但因为过度历劫 险些栽倒在地 反而是三五扶住了郑谦 则怪地说道 郑谦大爷 你怎么又虚了 是不是女朋友太多了 你为什么要叫我大爷 陈仇是我爸爸 你当然是大爷啊 叫大伯也没差了 郑谦苦笑着摆了摆手 大爷就大爷吧 反正你大爷 永远是你大爷 不过消失这么久的三五 怎么忽然回来了 哦 不对 那时候 乌雅赵云说 是要把三五带在身边的 你终于舍得来了 不当缩头乌龟了 魔潮弄地笑着说道 陈仇并不理会他的挑衅 眼瞼微微垂下 淡淡开口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 以前郑谦还看不出 陈仇有多厉害 现在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虽然大家同样为 距离堪破生死玄关最近的人 但那也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大致可以用一寸 两寸 三寸 这样的概念来划分 每一寸都相当于天与地的差距 就好像云叶熙 他有大致五寸 就根本不是四寸 得道之千岁的对手 完全被他碾压着打 甚至再加上断气燃 也根本不可能 而这次来暗杀郑谦的杰罗姆 安倍宁吉 他们都是两寸的高手 郑谦应付其中一人还行 但这两大高手同时佳绩 想要取胜 就会变得异常困难 甚至必须要时 需要搏命 至于郑谦的境界 究竟是什么 暂时不能以常理划分 因为他走的方向 是少有人走的路 是金丹之道 这才让安倍宁吉和杰罗姆等人 对他的实力 产生了错误的估计 本以为完全轻松血液的杀戮 居然落得这般下场 就算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同样的 陈仇的修为 也极为飘渺 因为他的神 生与死 如此浓烈而又恐怖的两个极端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极难走下去 郑谦现在 只是大致感觉到 陈仇的实力很强 甚至郑谋看着 他的气韵并不弱于 生死玄关之境的大高手 魔 但郑谦的感觉很准 他认为陈仇还没有 正式刊破生死玄关 更准确地说 生死玄关的界限 已经非常模糊了 随时都有可能踏入到 那个玄之右玄的境界 可以说现在的陈仇 是这个星球上最无限接近 看破生死关爱的那个人 就连魔都看不透陈仇的修为 他紧锁眉头 仔细盯着眼前的白发少年 你已经破了生死玄关 不 似乎还没有 但 又不像 现在的你 倒是也值得我出手干掉 陈仇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缓缓向前走去 郑谦的瞳孔 深深震动 因为 他从陈仇的步伐之间 感受到了 枯荣二字 一步一枯荣 生与死 陈仇的神韵 愈发清晰了起来 甚至郑谦都能够感觉到 庞扶陈仇走过的地面 那厚厚白雪之下 已经枯死的青草 都开始焕发出了 薄薄的生机 从地面攥出来 尽管他知道 这种近乎生死人 肉白骨的事情 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 感觉却是如此浓烈的清晰 就庞扶是真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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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 人们庞扶听到了 天地间涌动起了震撼的音色 庞扶是鼓声 是龙银 是虎啸 是春雷乍响的璀璨 同样也庞扶是 环宇寂灭的刹那 万物生息 第一次出现的巨变 三五娇小的脸上 出现了难以言喻的智信 紧紧捂住胸口 恍若呼吸困难 郑谦赶紧抱住了这个小姑娘 她同样感觉非常难受 因为这个声音 是陈仇心脏跳动的声音 人与人之间 人的心脏与心脏之间 是存在某种共振与共鸣的 陈仇的心脏跳动节奏 十分有力地带动起了 他们的心跳 如此浓烈迅速地加快 一般人很难受的了 若是魏如斯他们 也在这里 怕是早就直接晕倒 人是不行了 然后 陈仇就出手了 磅礴心脏的跳动 所带来的 是更为震荡的气血供应 无数浓烈的气血 从心房出发 瞬息之间 流淌到四肢百骸 让陈仇的爆发力 变得无比恐怖 好似只是迈了一步 就跨越过了 无数时间与空间 刹那来到了魔的面前 静如山月 洞如江河 脉步如猫形 运静如抽丝 在陈仇的身上 就是世界上 最为经典的 太极拳演绎 他旁扶生来 就郁郁着河图洛书 一举一动 结为最标准的拳筋 哪怕是在如今 圣怒之下的拳意 还是如此通透刚芒 碰 长拳轰出 震荡的魔后退两步 早在陈仇许久之前 面对乌雅赵云 尚且能够拼着自己冰死 打得对方手骨断裂 更何况是现在 陈仇的拳 郑谦始终认为 就是全天下 最为至刚至猛的拳 那是真正的生死之拳 哪怕他拳没有 抵达生死玄关 郑谦同样 是如此坚定地认为 魔同样来了兴致 气劲鼓荡 他周身似乎开始瞬间膨胀 尤其是腰间带脉的地方 更是好似套了一个金刚圈 背挤的大龙昂扬舒展 发出了令人震战的龙吟 两大绝顶高手对轰 所过之处地面翻飞 随手波及到的大树 直接音声断裂 倒飞而去 很难想象 这般凶猛的拳头 若是直接轰在人的身上 会是何等的恐怖 只是可怜了杰罗姆和安倍宁吉 仍然躺在地上的尸首 被这两个变态波及 直接化作了两团血舞 看得郑谦心惊胆颤 眼皮狂跳 妈的 真的是太猛了 如果魔的目标是他 根本不需要用什么阴谋 算计 直接上来就是强杀 郑谦根本防不胜防 无法阻挡 甚至魔就这样告诉郑谦 你站好了 我来杀你 郑谦也无可奈何 因为根本防不住 面对这等烈度的轰杀 只有等死 幸好 陈仇来了 而且他足够凶猛 心如火药手如刀 灵机一动鸟难飞 前打一仗不未远 尽打只在一寸间 这位白发少年 是何等的飘逸潇洒 同时又至刚至猛 爆裂无匹 虽然暂时落入到了下风 但拳脚并用 快如神刀 朝朝避命 魔艺时间 居然也难以将陈仇拿下 忽然 魔看准时机 现陈仇前进大开 居然整个人如同婴儿般 钻到他的怀里 瞬间双拳绽放 如同莲花般 笼罩住了陈仇 必无可避 到底是硬实力有差距 陈仇就算是再厉害 能够和生死玄关的大高手 抗衡震魔九 也算得上是逆天了 但 他毕竟还只是人 而不是魔 没有超脱与凡人之间的稚固 伴随着战斗时间的拉长 陈仇的爆发力 难免会出现衰竭 毕竟 他学没有踏出那一步 所以 魔才能抓住陈仇 即将力竭的空挡 趁他来不及防守中攻 这才钻了过去 似乎胜负即将分晓 但 周遭的风雪 骤然变得狂躁无比 天空传来了阵阵轰鸣 郑谦正为陈仇捏一把汗 却似乎想到了什么 猛然抬头 尤其是看到那厚重的云层之时 满目的不可置信 说话 都开始有些结巴起来了 不 不可能 这 冬天 下大雪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呢 三五的额头 满是细密的汗珠 他紧紧攥着正牵的衣服 似乎是在努力赶制外面的世界 还是有可能的 这种现象叫做冬雷 只不过出现几率很小而已 前段时间 夜北的气候较为温暖 暖湿空气被迫抬升 与空中的冷气相遇 形成强烈对抗 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天气 但 不对 似乎眼下的成因并非如此 每等三五说完 骤然见雷鸣乍响 一道电光 从天而降 狠狠披在了陈仇的方向 人是不可能与这等强大的 自然之力相抗衡的 由于魔与陈仇的距离如此之近 所以他难免也会遭到波及 本以为能够趁此机会 将陈仇干掉 只得隐恨向后暴退 也罢 遭了这一道惊雷 陈仇也必死无疑 忽然 魔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人 立刻将如炬的目光 望向了郑谦 郑谦不禁双目失神 浑身颤抖 不可置信地说道 这这这这 这不可能 不可能 难道 难道阿仇 是在渡雷劫 这一句话 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也太特磨磨化了 的确不是在渡雷劫 而且 你不要慌 陈仇无碍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神 当然也不会有人呈现 陈仇之所以会被这一道雷劈中 纯粹是因为 他所修炼的五道气血太过旺盛 此场作用罢了 因为此场的原因导致雷劈中他 仅此而已 不过 他也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听到这个人的话 正谦松了口气 他都说了 这个世界没有神仙 那就绝对不会有的 毕竟 他想不出来会有谁 比这个人更有资格下定这个结论 堪破生死玄关之后 我就常常在想 后面的路是什么 但是一直徘徊在门口 却始终都没能真正踏入 近些年摸到了一点门道 也有了点感觉 可我确定的是 这条路 一定不是成神的道路 那条路 是虚妄的 话又说回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陈仇这也是雷劫 只不过是因为 他的气血过于旺盛 磁场强大 又恰好天空打雷 碰巧砸在他的身上而已 其实想想 古代总是盛传某位道人渡雷劫 大概也和陈仇如今的状况相似吧 乌亚赵云望着面前 劈僵而下的闪电 缓缓说道 他覆手而立 静静地看着陈仇与魔 这位爵士大高手的出现 多少还是让郑谦松了口气的 他深深吸了口烟 无不担忧地望着惨遭 雷劫的陈仇 陈仇说到底 他还只是一个人 不是仙 大自然的狂暴之力 是最为摧枯拉朽的 尤其是蕴含着 无限毁灭能量的雷霆 被如此惨烈的雷电劈中 万一内脏全都被瞬间烧焦 就麻烦了 陈仇趴在地上没有动 只是身上在缓缓飘荡着淡淡的青烟 在他不远处的魔眼眉有动 警惕地看着陈仇 似乎他的生机断绝了 被这样的雷劈中 即便没有当场死亡 那也仅仅是因为 急速分泌肾上腺素的作用 估计很快就会咽气 更重要的是 万丈高空之上 还响彻着滚滚轰鸣 雷霆似乎并没有完全消散 你来 做什么 魔缓缓开口 如果陈仇杀不死你 我就来杀你 乌雅赵云也没有过多废话 直接点名主题 你居然用你亲生儿子的契机为影 干扰我的窥探 还真是虎毒又狮子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层云也是你带来的 陈仇在替你渡雷劫 听闻此言 摸得嘴角微微翘起 淡淡地笑了起来 他汗手瞭望那厚黑的天空 缓缓道 其实我早就感觉 有雷会劈中我 如果没有推算错误 大概率应该是春雷 仅仅凭借陈仇的气血 此场 还不足以应此劫难 他是来找我的 但我想 与其等待春雷 不如主动来找这 东雷 陈仇他成长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 当年的事情 也该在这里彻底了结 听到他说当年的事情 乌雅赵云也眯起了双眼 脑海中似乎浮现了某个人物的身影 等我干掉陈仇 再来与你彻底决一死战 普天之下 值得我如此慎重对待的人不多 你算一个 乌雅赵云 若是我能杀了你 将来也肯定可以杀了那个人 说着 摩便缓缓朝着陈仇走去 郑谦心头一紧 下意识想要冲上前 却被乌雅赵云按住了肩膀 瞬间动弹不得 他低头瞥了眼这个冲动的年轻人 轻声道 陈仇还没死 嗯 摩本来以为陈仇已经往生 可忽然 看到他的手指轻轻颤动了一些 瞬间就彭扶 是见到了鬼似的 连忙下意识 向后抱退十步 不可思议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他可是破了生死玄关的大高手 感觉无比敏锐 已经确定了陈仇的心脏停止跳动 他走上前 只是为了补刀的 准备割掉陈仇的头颅 来为当年那个女人报仇 但是 陈仇的手指居然动了 紧接着是他的心脏 咚咚咚咚咚 跳动的声音愈发强劲 好似春雷滚滚 砰 忽然 又是一道粗壮的雷霆轰然砸下 只不过这次并没有砸中陈仇 而是劈到了他身旁的大树之上 瞬间燃烧起了熊熊火焰 在这鹅毛纷飞的大雪之中 分外的热烈滚烫 紧接着 伴随着来自陈仇新房的春雷乍响 开始焕发了无限的声击 原本死记到了极点的陈仇 终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如同一世独立的王 羽化 而登仙 不知为何 郑谦此时想到的 不是苏世在赤壁腹里的羽化飞声 而是法国著名作家 安德烈 记得的那句话 春天的抑制和暖流 正在逐渐地驱走寒冬 万象生命的热烈回响 于这盛大的严寒中 迎来了最为润雾一道春雷 这就是陈仇的神意 向死而生 这一刻 他终于彻底堪破生死玄关 是神形于背 是达之于神 是魂恶一身 是全体发之于毛 陈仇甩了甩脑袋 原本洁白的头发 早已经被雷霆灼烧 成为了黑炭 纷纷掉落 殊不知 我们最为帅气的白发少年 如今成为光头 映衬着漫天大雪 所折射的白月湖光 是的 乌云褪散 高悬于苍穹之顶的白月光 重新洒满人间 尽管 他已经没有了标致的发型 但 并不惜感 他彭扶是天上下凡的少年全仙 不 不是下凡 而是忠于大彻大悟的折仙人 磨得双瞳狠狠收索 他没有想到 陈仇居然活了过来 居然没死 被他算计中的东雷劈重 居然没有死 怎么可能 陈仇难道不是人 他难道真的是神仙不成 这一刻 他想到了曾经年少时的梦魇 为他做歌里的那个人 就在这时 陈仇动了 他的速度太快了 几乎超脱了肉眼 可以窥探的频率 一声震耳欲聋地爆响过后 某整个人就彭扶炮弹般倒飞而起 高高抛起 随后又重重落下 一戏之间 只感觉轰杀过来的 不是陈仇的拳头 而是从天降的布州山 也是盘古开天辟地的巨斧 自从踏入到这个玄之右玄的境界之后 魔就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感觉了 哪怕是刻意躲避乌雅赵云的窥探 也绝对不是就怕了这个人 只是有意在自己 尚且没有神功大成之计和此人相遇 想要用自己最为巅峰的状态迎战而已 但 此刻陈仇带来的恐怖压迫感 却刷新了他的世界观 人 可以这么强大吗 一个小时候的明天 就是大年初一了 你除夕夜跑来作祟 不让我们过个好年 那 你就别过年了 今天就死吧 今天就死吧 不愧是我郑谦的兄弟 太特魔猛了 郑谦差点直接跳起来 他激动地挥舞着拳头 险些当场哭泣 尽管有乌雅赵云 一再保证 陈仇不会有事 可直到真正看见 陈仇重新天神降临 才真正把心落在了肚子里 太猛了 不愧是千鹿集团的保安大队队长 当真是天降猛男啊 恭迎千鹿安保天团 保安队长归位 但 魔中究是魔 作为一代老牌生死玄关的大高手 可不是那魔容易就会死的 被陈仇骤然轰出之后 他并没有直接翻滚在地 双腿猛地插在了地面之上 好似是永远也不会倒下的神术 可即便如此 哪怕他的双脚 如同在地面生根了一般 仍然数秒之后 才终于堪堪停住 再看他脚踩的地方 两条腿已经完全没入到了 那泥泞的地面之中 所过之处 拉出了两条长长的沟壑 就好似公牛重新把这一片的地面 离了一遍似的 紧接着陈仇又来了 郑谦下意识看了眼时间 23点整 的确一个小时后 就是大年初一了 陈仇是想要在一个小时内 结束战斗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但他注定不会用那魔酒 长拳所向和魔拳拳道肉的硬汉 对拼 砰砰砰砰 陈仇此刻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 一双铁拳好似两颗大锤 心贵静 气须脸 神轩疏 大爷你看 阿仇自打刚刚神性于背后 整个人的气韵都变了 洞谦往来气贴背 脸入几股如雷火 他真正把那一口气 脸入到了大龙的骨髓里 现在的阿仇 已经达到了太极的真正之针巅峰 三五的一双美眸微微颤动 小妮子因为过于激动 脸颊红扑扑的 郑谦颤抖着吸了口烟 也难掩心中的兴奋 可是 总觉得小姑娘说话 怎么这么古怪 他用手在三五的眼前晃了晃 他则是嫌弃地说道 别挡着我了 嗯 他能看见了 乌亚赵云笑着摇了摇头 三五不是用眼睛去看的 他是在感受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热成像技术 周遭都是冷空气 陈仇那个大火炉的一举一动 自然就分外突兀 当然 这小妮子心思纯净 也才能够感受到这些东西 在这一点上 他比我们都要强 而且话又说回来 三五有一点说错了 因为陈仇 并没有达到太极的真正的至真巅峰 但已经足够强大了 硬要比喻的话 他照比人送外号杨无敌的民国武道家杨露禅 还要强一些 当年的燕京云集着天下最强的国术家 杨露禅打的所有人全部晋升 郑谦知道 这位盖世猛人 比他还强 这真的是对如今陈仇的最大褒奖了 关公战秦琼 当然是没有办法对比 但杨露禅可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他厉害 可不只是因为口耳相传 他不只有当年的战绩 更是把练拳的感受写进书里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的境界如何 那些是没有亲自抵达 强行杜撰不来的 孙露禅也是如此 他总结了 权术要义 这本身就是大成就 清末明初那段时间 有不少舞者都出过书 叫什么的都有 怎么偏偏 就他们几个出名了呢 因为那里面是有真东西的 修为 层次 境界在那里 根本无可指摘 就好比 郑谦看到道之千岁妖间的 一生俯首拜扬名 写那几个字的人 一看就是生死玄关的人物 除了大竹鹰昭外 不可能是别人 但 哪怕是抵达了 这般境界的陈仇 难道还不是这真巅峰吗 碰 就在郑谦和乌亚赵云 请教全精的时候 陈仇的战斗 也终于来到了尾声 他的战意盎然 猝然爆发 整个人潇洒奔雷至极 扑降而出 炮锤镜从天而降 劈在了魔的天灵盖 咔嚓 这个声音清晰地 传到了每个人的耳中 紧接着 陈仇那漫天狂暴的权益 骤然停歇 稳稳地站在了他的对面 伸出了那白皙通透细腻的右手 轻轻印在了魔的胸口 后者阴声倒地 再岂不能 至此 那柄高悬于他头上的 达摩克里斯之剑 也终于被陈仇亲自斩断 用他的朗基努斯之枪 将横行霸道数十年的大魔王 亲手诛杀 死得不能再死了 覆手而立 漫天白雪里 陈仇念头真正通达 再没有看地上的死人一眼 似乎魔 已经不值得陈仇的眼神 在停留片刻 他缓缓来到了郑谦的面前 千言万语 终究是不知道从何处开始说起 我对小时候的事情记得不清 但最近开始出现了很多画面 那一年 好像也是大年三十 我的母亲带着我在白雪之中行走 就好像今天一样 她 应该是我母亲吧 她告诉我 九州的年位是最重的 最热闹的 最幸福的 然后 我们就抵达了一处满是悲灵的地方 话题在此处戛然而止 陈仇什么都没说 那一刻 天地苍白 掩映着陈仇那孤独寂寥的身影 无限凄凉 在他抵达人类战斗体能极限的时候 他反而更像是孤家寡人 落寞清冷的 独自高距于王座之上 如果让郑谦形容 此时眼下是一个怎样的画面 那一定是 天 下 有 雪 郑谦正琢磨 该如何 劝慰自己最好的兄弟时 陈仇忽然墨地转身 双目炯炯地盯着 矗立在旁边的乌亚赵云 气血潺潺流动 爆发出了巨大 恐怖 热烈的战役 我想再次向你发起挑战 无论生死 乌亚赵云 还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他笑了起来 很难形容那个笑容 不知道是欣慰 还是嘲弄 亦或者是悲哀 那一刻 天下有雪 二个半小时后 蒋妍然大小姐 现在有些手足无措 看着房间里 穿着各色丝袜的女孩们 颇为难耐 虽然他早就知道 郑谦有这方面的健康癖了 但真的见到这摩多顶级大美女 再次挤挤一堂时 还是多少感觉到了 有点拘谨 尤其是 在魏如斯如虎狼般的眼神注视下 更是如此 话要从他 被摩带过来开始说起 本来从一开始 摩真正的目标 就不是郑谦 而是陈仇 他把蒋妍然带在身边 起初只是为了方便伤荣烟 利用他来转移郑谦的资产而已 但是 有人 后悔了 当他得知 摩似乎要连郑谦都干掉 而且要当着他的面干掉 蒋妍然时 后悔了 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后补操作 这和计划中的不一样 计划中 摩会干掉郑谦身边的所有女人 然后让蒋妍然配合着 把他的钱全都搞到手 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入到伤荣烟的秘密账户里 作为他在法地马影修会的运作资金 等钱到手之后 他会想办法 把蒋妍然也调教成和商墨一样 成为自己身边的一条爱犬 然后独占郑谦 他不会舍得让郑谦直接死掉 他要用一生的时间 还有肚子里的 去折磨郑谦 他要让郑谦后悔 要让他付出最为惨烈心碎的代价 可是 计划发生了变化 摩才不会在乎蒋妍然呢 他更不会在乎什么钱不钱的 只想要当着郑谦的面 公开处刑 然后引出陈仇 再加上杰罗姆 居然去把夏倩倩也绑了过来 伤荣烟知道 如果事情真的这样进展下去 那他只会是小丑 那帮女人都死了 没人在千鹿集团的董事局里 就很难把钱洗出来 这样一来 自己和郑谦的关系也会暴露 于是 伤荣烟心中一发狠 做出了抛弃魔的决定 他不断地告诉自己 他不是在讨好郑谦 他只是单纯地 不希望自己白忙活一场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是恨毒了郑谦 希望这个杀害哥哥的凶手去死 但是 他的身影又好像是魔王般 矗立在自己的脑海里 尤其是那天晚上的事情 魔王进入到了体内 在进入的刹那 某个地方就好像已经开始支离破碎了 当真的想象郑谦会死的时候 居然会心痛 不过 这大概都只是存在于伤荣烟的潜意识 他是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的 他仍然会将刀子 搁在郑谦的照片上 在他决定改变计划后 通过种种隐秘手段 联系上了乌亚赵云 又找到了老朋友 保禄三世 保禄三世的修女伊丽莎拉 趁着魔在战斗的时候 把蒋燕燃带回到了房间里 大致就是这样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伊丽莎拉是奶妈 从来都没有修炼过任何武功 但却因为天生体质制的关系 不会被魔感知道 对 我们可怜的伊丽莎拉也是特殊体质 这也是为什么 她可以通过唱圣歌来治病的关系 至于特殊体质 到底还有什么隐藏的秘密 乌亚赵云很快就会告诉大家的 话又说回来 当伤荣烟得知郑谦活下来后 她的心情十分复杂 一方面希望她死 一方面又在救她 就连自己都不知道她现在究竟要的是什么 但事情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不然自己成为干部将毫无意义 既然无法暂时通过挣签来为哥哥商业雄报仇 那就先在维克多的身上找找利息吧 当维克多和两个 阎辉刚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商荣烟适时地找借口离开 然后彭世香推门而入 这位穿着中山装的盖世猛男 脸上不再是往日一派中正平和的模样 反而是带着一丝争鸣的邪念 手中攥着把长刀 冷冽地说道 唯克多 我知道你是拜读过法地马预言 文献的人之一 告诉我 在那预言之中 是否有超越生死玄关境界的法门 其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散 今备寻回 啊 主啊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 出信之时即蒙恩惠 真是何等宝贵 当几个女孩都彼此用眼神交流 是 伊丽莎拉正在唱歌 唱歌的对象 是我们的仇哥 陈仇到底也是个凡人 还没有真正修炼成神仙 被雷劈重 还是那么凶猛的东雷 确实也是有点扛不住 他其实是强撑着身体的不是 硬生生将魔的脑袋给打爆的 经过郑教授的初步诊断 陈仇出现了软组织挫伤 骨折 脏气破裂的 多个问题 郑教授的医学底蕴 无需多言 毕竟展现过多次救人奇迹 他对于陈仇的状况不是百分百乐观 被雷劈重后 受伤就不说了 这小子居然悬屁颠屁颠地向 天下无敌的乌亚赵云发起挑战 被打了一拳后 直接晕倒再起不能 虽然现在还有生命体征 但昏迷状态也实在是不容乐观 最坏的情况 就是脑死亡成为植物人 万幸的是 咱们团队里现在有奶妈啊 不得不说伊丽莎拉还真是逆天的存在 郑谦已经派人从夜北医院里 带来了最先进的华陀模型 对陈仇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测 的确是有了很多可喜的发现 他忽然想到了保禄三世的话 这小子 难道派伊丽莎拉来到这里 不是为了治疗自己 而是为了救治陈仇吗 还因为特殊体制的关系 蒙蔽了魔的感知 把冰山美女蒋燕燃大小姐带过来 这魔看来 如果伊丽莎拉梅有被郑谦带在身边 今天可能真的是要留下诸多遗憾了 郑谦决定认下保禄三世这个小弟了 他在郑谦心里已经不是神棍了 而是神算子 牛逼 郑谦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这个决定 真的在未来改写了世界宗教的历史进程 在很多年后 谁都没有想到 经过诸多红衣大主教投票产生 在最后的审判 壁画前诞生的新任教皇 入主范蒂兰纽刚教廷圣成的王者 保禄三世是郑谦的小弟 郑谦和陈仇 还真是一对难兄难弟 他俩的状况 其实都不是很好 德州牧手杰罗姆 以及小日子大高手 安倍宁吉二人的联手轰杀 还是给郑谦留下了很严重的伤势的 尤其是最后一击 郑谦蒙蔽了安倍宁吉的感知 让他匕首没有刺中自己 却还是被强劲的拳风轰到 那是货真价实的暗镜 内脏也真的受伤了 他当时和陈仇无异 顶着伤痛强行击杀二人 也留下了隐患 幸运的是 他的伤势远不及陈仇致命 只不过 后腰没法剧烈运动了 本来还想着 春节期间给姑娘们集体上上强度 让他们难以下床 可惜 哎 想到这里 他就惆怅地点了根烟 只能让对方在上面自己动了 给我也唱两句 郑谦把浑身缠着各种医疗管子的陈仇 往旁边推了推 然后硬解了过去 这个动作 看得临时来帮忙的小护士 眼皮狂跳 特魔的 你再使使劲 就把人家阿仇推下去了好吗 不过这个患者也真是的 居然是个光头 真是好可惜啊 明明五官是难摩冷峻 这几天 伊丽莎拉没少唱歌 以前在教会的岁月 保禄三世都不敢这么用它 现在郑谦到好 前两天在车里和两位美女互换经验的时候 居然也让伊丽莎拉唱歌 要是保禄三世知道了 不知道会不会也参与到暗杀郑谦的行动 这样的结果 就导致了伊丽莎拉唱歌的持续时间增长了 小护士在旁边倒是有些不知所措 本来这大年三十 正在医院里准备看春晚 刚好和值班的帅气小医生在吃饺子 大家都在猜磨性的 科目三会在几点中出现 对 科目三只是出现的时间问题 以前过年春晚的梗 可以被新的一整年都在玩 但现在的春晚只能看到前一年所有的梗 还好现在的小品不怎么包饺子了 幸运的是 他们似乎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工作 只是帮忙简单照料而已 也目睹了伊丽莎拉唱歌致病的神迹 唱得还挺好听的 就是听不懂 进入并没有参与几个女孩的对视活动 她在旁边赔了回郑谦 然后单独把段其然叫了出来 从包包里拿出几个历史封地了过去 悄声道 那几个护士妹妹也是辛苦了 大年三十还要过来帮忙 一会你就送他们回去吧 段其然点点头 顺手接过时 顿时感觉到心中一沉 这份量 她真的 我哭死 以前郑总派红包的时候 总是两百元起步 还通常要被抽回去一张 看看人家静总 这沉甸甸的大红包子 里面最起码得有好几个吧 唉 人和人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 还有之前 韩华昊他们送的澳洲龙虾什么的 也都送过去吧 也不知道年货够不够 哦对了 我记得后备箱里 有几个新的V2 望月岛 绿园山庄的贵宾卡也是 就这样 小护士们还来到 这里不到一个小时 就被段其然 客客气气地送回去了 一个个送回家的同时 还将进入吩咐的东西 全都一并奉上 本来护士小姐姐们 还心中颇有怨言 大过年的晚上 还要被叫过来做事 但是看到进入送的东西 顿时觉得实在是太值了 其实按照规矩 是不可以收红包的 但今天这件事不同 这并非医院的公式 而是挣签的私人请求 再加上院长魏海诚 亲自打电话慰问 并告诉他们 不用值班了 这才开开心心地 收了大红包 有小姐姐起初觉得 进入给的V2 是老年鸡 也不怎么智能 花里胡哨的 就直接丢给爸妈用了 可第二天来亲戚串门 看到他们家里 居然用V2砸核桃 顿时吓坏了 告诉他们 这是限量版的V2中 也算极致限量的产品 纯正手工打造 全钛金属机身 蓝宝石案件 背部还镶嵌了一款三 齐克拉的钻石 扑通 伊丽莎拉终于唱歌唱的缺氧 晕过去了 郑谦心疼却却起身 安排人把她送到 隔壁房间去补一绝 这才颤颤巍巍的 依依不舍地 离开了沉愁的病床 来到走廊稍室休息 赵云看着眼前病奄奄的年轻人 嘴角翻起一丝 莫可名状的味道 庞扶看穿了 她这拙劣的眼视 郑谦则尴尬地咳嗽起来 一副路都走不了的样子 那个老前辈 路上注意安全 新年快乐 郑谦根本不敢看她的眼睛 嗯 我知道了 乌雅赵云并没有戳穿 郑谦的小心思 她只是淡淡地瞥了眼窗外 随后缓缓说道 也不知道是你命好 还是有此一劫 身旁居然有 这么多特殊体制的女孩 我知道你对男女之事 向来比较随性 但我还是给你个重肯的建议 在你堪破生死玄关之前 不要和拥有 特殊体制的女孩发生关系 郑谦一愣 难道被看出来了 不过的她 也是真的好奇 忍不住问道 那个老前辈 这些个特殊体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只有女孩 才有特殊体制吗 如果发生了关系 会怎么样 乌雅赵云似乎是想到了 眼神有些不可捉摸的味道 随后 才轻声开口 目前已知的部分 特殊体制 的确是只有女孩子 男人 有另外的说法 而且 我可以告诉你一点 法帝马影修会的圣物 她就是拥有 特殊体制的女人 而她的丈夫 就是因为和她结合后 才堪破的生死玄关 采携了她的出血 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好处 但这样 其实也是有隐患的 那就是 过于投机取巧 根基不稳 上限不高 等你破了生死玄关 之后再怎样 也无所谓了 文言 挣千不由的心中一阵 看来的确是和自己想的那样 所谓的 特殊体制 女孩固然会得到好处 譬如 伊丽莎拉可以唱圣歌治病 譬如 道之千岁的心眼 但真正还是便宜了 采携他们的男人 也不知道是福是祸 就是不知道 主法洛的特殊体制 是什么 忽然 挣千有了个邪恶的想法 如果搜集了各种 特殊体制的女孩 然后一起无遮大会 到时候 自己岂不是要起飞了 累了 可以让小修女唱歌助兴 恢复体力 甚至道之千岁更刺激 她有心眼加持 感觉十分敏锐 郑谦估计她甚至 都不用眼神 只要心中一动 道之千岁 就知道换什么姿势 这 这特魔比神仙都爽娃 直到确认 乌亚赵云已经离去 导致千岁的心脏 仍止不住飞速跳动 她紧紧捂着胸口 半天喘不过气来 被发现了 居然被她看出来了吗 不愧是乌亚赵云 九州第一国术家 居然如此轻易 看出了我的特殊体制 这事就连大竹英招宗家 都没能看出来 不过 她应该不会说出来的 而且不会觊觎我的身体 导致千岁松了口气 但刚刚巨大的危险感所笼罩 以至于还是无法动弹 更何况 目睹了陈仇这杀神降临 更是让她的情绪无比复杂 她和暮黑又当是小日子 年轻一代 最炙手可热的实战派武道家 但是陈仇的年纪 明明与他们相仿 却已然踏入到了 这般出神入化的生死玄关之境 而且 就连成名已久的老牌高手 魔都被她硬生生打爆了脑袋 怪不得郑千有恃无恐 有这等神仙人物在身旁 怕是安全到了极点 放眼整个九州 能够有资格和陈仇掰手腕的人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同样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这时 道知千岁想到了郑千的话 想到了他所言的心中的神 不禁感到了深深的犹豫 这时 看到郑千来到了那个满室女孩子房间里 道知千岁的脸颊又开始红了 他真是一点都没有办法理解 郑千他有这么多的X伴侣 每天就知道啪啪啪啪 可为什么功夫的进展还这么快 甚至连安倍宁吉都不是对手 甚至今天的郑千距离上次相见 还要更强 那可是同时祭拜了安倍宁吉 和杰罗姆的联手轰杀呀 真是不可想象 他明明已经很想走掉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又很是好奇 郑千跟这魔多女孩子 要怎么互动啊 楼顶 天台 睡不着觉得任安芝 独自来到这里 这是个多么温馨的时间啊 如果爸妈也在 就好了 咦 就在这时 身后响起了个撬声声的声音 他连忙回过头去 发现是个穿着汉服的小女孩 这抹冷的天 他穿羽绒服都感觉冷 可这个小女孩 穿得却如此淡薄 说着十分简单 却很是清澈好看的马尾变 一脸好奇地看着他 让任安芝有些不知所措 你是谁 不是这里的小孩子吧 任安芝疑惑地问道 这个小女孩 当然就是三五了 三五点点头 饶友兴致地走上前去 笑着伸出手 你好 我叫三五 真是无聊死了 大人们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全都集体失踪 好没劲 咱们放炮仗吧 任安芝和三五握了握手 少年的心 却不受控制地 剧烈跳动起来 她的脸红了 可是 这里面又有什么炮仗 嘿嘿 我也哦 刚刚偷来的 你不要告诉乌雅爷爷哦 三五可爱地眨了眨眼 随后拿出了一个二踢脚 又笑嘻嘻地摸出了火柴盒 她只以为是 三五在开玩笑 可能是之前悄悄买的吧 殊不知 这真的是她刚刚去隔壁店里偷的 任安芝年少的心开始悸动 想要在这个可爱的女孩面前表现一下 于是自告奋勇地接过了火柴 小心翼翼地准备点燃 忽然 引线似乎出现了围题 还没等任安芝手抽走 就要原地爆炸 她惊骇地闭上双眼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彻底在她心里 种下了一颗种子 只见三五片若惊鸿 脚尖连点 刹那间就如同蝴蝶般 来到了她的面前 递出玉手 抓起任安芝的衣领 猛地一扯 她就感觉 自己整个人飞了起来 然后三五就抱着她轻轻落地 目睹二踢脚 爆发出灿烂的花火 她猛地抬起头 看着脸上 带着笑盈盈神情的三五 那一举一动 就彭扶 是小说《月女剑》里的主角 穿越到现实 她的目光有些吃了 小三五 你什么时候偷的炮杖 而且还是残字品 险些酿成大火 乌雅赵云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二人身后 淡淡的声音响起 乌雅爷爷 我没有偷炮杖 是这个小男孩的 说完 三五还眨了眨眼 对 是我的 不要责怪这个小妹妹 任安芝挺起胸口说道 你看 我说的没错吧 是你错怪我了 三五摇晃着乌雅赵云的胳膊 开始撒娇 乌雅赵云摇了摇头 似乎是不愿戳破 这个小女孩的谎言 当下也没有再说什么 抓起三五 就要飞身离去 等等 就在这时 连滚带爬地跑过去 她骇然地发现 这个被叫做爷爷的年轻人 好像会飞 再联想到三五 那神乎其神的动作 当下便做了一个 改变终身的决定 直接扑通 跪在了乌雅赵云的面前 我 我也想要学功夫 你可以也教我功夫吗 文言 三五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忍不住说道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啊 这是直接拜师就可以的吗 整个九州 不知道多少人 想要成为她的徒弟 可她到现在 连一个正式承认的弟子都没有 请 请教我功夫 我 我 任安芝说着 眼神则忍不住 落在三五的身上 虽然只是少年时的 匆匆一瞥 两个人的年纪都不大 她也不知道 那种朦胧的感觉 但 任安芝从看到 三五的第一眼起 就在心里 产生了难以言喻的 深刻悸动 她潜意识里的 本能告诉自己 眼前的 年轻人 很强 很将 非常强 要是想将来配得上三五 她就必须要跟 这样的强者修行才行 乌雅赵云正准备回绝 甚至都不屑于理会 三五却忽然仰着 可爱的小脑袋 她抓着乌雅赵云的 衣角说道 乌雅爷爷 我认为 这是你踏出最后一步的 最好机会哦 嗯 何解 乌雅赵云疑惑地问道 你已经清历了 滚滚红尘 什么都经历过了 然后全都一次斩断 友情 爱情 甚至是亲情 你先是选择了拥有 然后再狠狠舍弃 亲自斩断 无牵无挂 但是据我所知 你还没有收过徒弟哦 你似乎也只差了这个勤奋呢 等你斩断 师徒之情 到时候 不就踏入达到了最后一步吗 斩断所有缘分 没错 似乎这个缘分 是乌雅赵云一直有意回避的 但一是如三五所言 这恰恰又是乌雅赵云 必须要经历的缘分 正如他选择把三五带在身边 也是为了了却 此前和他家里雇人的缘分一样 至此 乌雅赵云微微汗手 跟我来吧 郑谦本来是 想要进入到女孩们的房间里的 而且他的武器已经有了回应 如同昂阳处理的布州山 威恶 凶猛 但是郑谦并没有推开房门 而是来到了隔壁 因为他 听 到了那微弱的啜泣声 那是可怜的夏倩倩 他几乎要惨遭欺凌 看来现在 已经从过度惊吓中醒了过来 郑谦暂时将 武器的灵敏度进行封印 来到了夏倩倩的床前 他没想到 郑谦会忽然出现 于是连忙闭上双眼 装作睡觉 但 他当然知道 夏倩倩早就醒了 轻轻失去眼角的泪痕 温柔地说道 不好意思 真没想到 把你也牵扯了进来 真的 很抱歉 听到这摩温柔的声音 夏倩倩的心都要化了 夏倩倩很难形容自己 与郑谦之间的关系 她也不是小女孩了 有些事情 即便是不想承认 可也实实在在地 于心田之中生根 发芽 但每当看到郑谦身边 都云集着那摩多美女的时候 夏倩倩还是会感到 有纳摩一点侧然 明明她可以说是认识 郑谦最早的女孩之一了 都因为她 最开始纳摩防备着郑谦 还一度刻意保持距离 不过 尽管她无法理清 情感方面的事情 但是却知道自己 目前想要的 她不想要做 简单的星辰直播的 霸道女总裁 她只想要做 郑谦身旁的小秘书 就好像以前一样 她是真的很喜欢 做以前的事情 倒不是说 可以每天和郑谦待在一起 是真的很喜欢那样 其实你也跟了 我蛮久的 有时候我也搞不懂你要什么 之前在上户 我就感觉你情绪 有些不对劲了 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 尽管跟我提 在我眼里 你不只是个员工而已 郑谦知道夏倩倩没睡 轻抚她纷乱的头发 自顾自温柔地说着 其实 她倒不是真的想要 不爱夏倩倩 也不是 想要暗示什么 在她看来 她的确 不只是个员工 毕竟夏倩倩也是见证 郑谦从最开始什么都没有 到如今 这般偌大家业的人了 始终都是忠心耿耿 从未越雷池一步 什么事交代给她 也都很放心 几乎没出过差错 听到郑谦这么说 夏倩倩的心 又在微微颤动了 但是 她现在可是在装睡好吗 要是直接回应郑谦 那会非常尴尬的 而且她为什么要随便 拨弄我的头发 不要摸出油了好吗 郑谦感觉到 夏倩倩的脸颊有些泛红 体温更是有上升的趋势 不知为何 感觉夏倩倩忽然有点可爱 生起了想要捉弄她的念头 于是故意咳嗽一声 你怎么衣服都没穿好啊 我帮你弄弄好 不用 夏倩倩感觉 好像有灼热的大手 要探入到被子里 立刻直接捂着胸口坐起来 脸颊红扑扑地看着郑谦 紧紧靠在墙壁 哈哈 你醒来啊 郑谦善笑着缩回手 起身道 好了 准备准备回去吧 家里人应该还等着你过年呢 外面有车子等着 再顺便带点年货过去 夏倩倩红着脸整理了一下衣服 支支吾吾不肯下床 不肯下床 郑谦忽然来劲了 刚刚被封印的武器 开始有了要破开静止的冲动 已然有了龙抬头之势 这般氛围的阴晕下 郑谦咽了咽唾沫 心里想着 是不是夏倩倩准备好药给了 白给 那我吃不吃 怎么个吃法 声波火吞 还是细细品味 从头到脚 还是有理到外 夏倩倩并不知道 郑谦此时的心理状态 犹豫着开口 那个 郑总我有话要说 郑谦汉手道 但说无妨 我且洗耳恭听 不要这么严肃了 其实我之前就想过了 只是一直不知道 该怎么跟你说 郑总 我不想当星辰直播的领导了 重新安排个更合适的人选吧 我感觉我无法胜任 不过 我也不会说走就直接走的 我会等到合适的人来做交接 不会给公司添麻烦的 夏倩倩做好了决定 严肃地说道 要走 郑谦本来正琢磨怎么吃 没想到她 忽然来了这么一句 顿时把脸一沉 坐在了夏倩倩身旁的床榻 你想要离职 为什么 是因为你之前跟我说的私事吗 什么私事 会影响到我最信任的倩倩 是因为钱吗 还是别的什么 看着我的眼睛在说话 告诉朕 夏倩倩连连摇头 她不好意思地攥着衣角 咬着嘴唇说道 不不不 我不是想要离职 嗨 我 我只是想要重新当你的秘书 郑总 我发现我真的不适合当老总 每天要处理那么多 我不擅长的事情 要开那么多会 还要处理很复杂的人际关系 我真的不喜欢那样 就这样 夏倩倩一直说了足足半个小时 郑千点了根烟 认真倾听 直到确认 夏倩倩不是真的想要走 这才有些放心了 她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 责怪地说道 屁大点事啊 还让你纠结这抹酒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另外安排人好了 林青鱼就很不错 让她做吧 顺便把何妍妍调过去 等到回去以后 交接交接 你就重新来当 我的专阵小秘书吧 有事秘书干 没事干 郑千实在是太喜欢满嘴跑火车了 有些时候 完全不经过大忙 眼看着夏倩倩的脸红的旧药 滴出水来 她立刻反应了过来 于是赶紧说道 没事干的时候 我就找点事干 哈哈 那就这样吧 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替我跟爸妈拜个年 嗯嗯 谢谢郑总 那我就回去了 夏倩倩如是重负地笑了起来 连忙告辞离开 郑千在后面叼着烟 看着夏倩倩出落的 愈发愈解的身段 叹息着摇了摇头 多好的女孩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给一个老板的位置都不要 偏偏要过来当小秘书 唉 真好 夏倩倩 起来也确实是很舒服 跟了自己这么久 一个眼神就知道 她想要干什么 真好 掐灭了烟头 郑千忽然发现 走廊多了个纸条 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乌雅赵云留下来的 我和任安芝此子有缘 暂时带走一段时间 无序担忧 任安芝 居然被乌雅赵云带走了 郑千为她感到高兴 这可是从天降的大缘分 看来 我身旁将会又多一个 堪破生死玄关的高手了 唉 只可惜 这种高手不能速成 等到任安芝 真正窥探到那个境界 可能要好多好多年之后吧 但那也不是普通人 能拥有的机缘 其实练武不怕晚 甚至二十岁开始练 也有机会三十岁之前 破生死玄关 反而是成年人更好 因为骨骼 气血都已经完全稳固了 但最重要的还是 一张白纸 年纪大不怕 怕的就是跟不高明的人学过 养成了一堆坏毛病和习惯 不只是生活还是出手方面 很多改都改不掉 不过 如果郑千知道 任安芝是因为喜欢三五 才跟着乌雅赵云走的 不知道会怎么想 或许只会感慨 真不愧是他看上的小子 的确有成为秦圣的前置 只可惜 任安芝最终并没有成为一代秦圣 而是在很多年之后 成为了三五身旁 最忠诚的一代杀神 人送外号 陈仇第二守护三五站在了谁都没有想到的位置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再说回现在 郑千忠就还是推开了那扇门 该来的 总会来 虽然老子眼下后腰有些不给力 但也不是等小妖精们 可以造次的 哼哼 今年刚好是龙年 且看老夫 猛龙抬头 杀得你们片甲不留 跪地求饶 呜呼哀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